为了预防灾害来临时提升地方的应变能力 林口区公所今年选在新林国小举办灾害防救 以及灾民收容演练 而演练过程相当完善 因应防灾观念宣导与落实 林口区公所结合新林国小师生 在校园内演练灾害逃生应变及临时收容所开设 配合校园防灾演练 公所也安排在学生活动中心开设灾民临时收容所 演练灾害发生时运用学校场地进行受灾民众收容措施 那今天呢学校是办理本学年度的一个防灾演练 那期望借着我们办理这一次的活动呢 可以让孩子养成具有防灾的一个意识 当地震来临的时候 他们知道如何来闪躲这样子的一个灾害 林口区公所跟我们新林国小一起办理我们的防灾演练 那现在是由我们新林国小在做地震的疏散演练的部分 那我们公所这次结合办理这个收容演练 刘淑芬区长表示 区内各学校在灾害时就是重要的收容避难场所 平日各学校也有持续精进各项防灾措施 并透过实际操作防灾演练让学童和民众了解灾害 发生时的因应方式 让邻里和学童知道灾害发生时的避灾动线 未来也会持续和区内各学校邻里共同办理各项灾害应变演练 推广预防重于抢救的主动式防灾观念 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个新利器就是我们的气球灯 因为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晚上 也有可能是全部停电 那有光源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带给我们所有避难的灵民一个安心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采购了这样的气球灯 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灾害不会发生 不过还是得居安思维 把所有的基本动作做好 在发生灾害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够做应变 这一次针对新邻国小及地方里民进行演练 并以实地实作方式实施疏散撤离预演 期盼透过士兵演练提升整体灾害防救能力 当灾害来临能实际发挥功效减少伤亡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